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姜维平 今天是8月23日 我在日本的东京 最近一段时间呢 在外面度假 走了很多的城市 所以呢 旅途上面有一些时差 所以比较这个紧张 有一些新闻的没有看到 有一些看到了 但是呢也不方便 及时发表一些看法 那么今天在日本东京 早早的起床 看到了这个 郑介普和谢坚生先生 举办新发布会 首先对谢坚生 因为身体状况的原因 不能出席会议 感到很关切 因为过去曾经 和谢坚生先生啊 是邻居 这个多有接触啊 他给我留下的就是 比较好的印象 作为朋友啊 很关心他 希望你啊 不要由于这个 追讨在务啊 心情比较愤怒 这个过于的疲劳啊 很容易就是说 这个造成健康问题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啊 望我老弟啊 多多的保重 那么郑介普先生啊 今天在会上啊 成了主角啊 讲了很多有关他的这个经历 也谈了他对这个 和郭文贵先生啊 经济纠纷 引发的一些啊 这个事件 以及一些看法 总体上啊 我认为 郑介普先生啊 虽然没有和我见过面 但是呢 我收看了啊 几次 这个郑先生的视频 我还是比较啊 这个相信啊 郑介普先生 讲的一些事情的 这个来龙去脉 另外对他的人品呢 也有一些比较好的 这个认同 我觉得总体上啊 他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 有爱心 有底线 很善热 有责任感 这么一个商人 尽管他现在滞留在澳大利亚 听说也是由于这个 和郭文贵这个案件有关系啊 受到了有关方面的追逃 现在案件没有一个 这个比较好的说法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 那么 还流亡在这个海外啊 所以感到就是 非常疼劲他啊 那么郑先生在这个会上 谈这些问题啊 设计的比较多 方方面面 这个既有他和这个郭文贵先生啊 个人的这个财务纠纷啊 又有这个和谢先生这个 在五年代的这个方面的一些 纠葛 还有一些涉及到国家法治啊 一些问题 那么我觉得啊 这个首先啊 从我个人来讲啊 我对郭文贵先生啊 通过网络媒体啊 特别是自媒体啊 揭露中共高官这个腐败问题 这个有一些方面呢 我比较认同他的 可信性 特别是有关这个海航啊 这个飞行记录显示啊 王岐山这个并非啊 过去我所认为的啊 是清官啊 看来也是有一些问题 至于问题有多大 郭文贵先生进行了 如何的夸张啊 渲染虚构等等 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去观察 这些今天暂时暂且不论啊 那么郑建福先生啊 他和这个郭文贵这个纠纷啊 主要基于他手下啊 就赵云安呢 掠夺了华太公司的股份啊 而华太公司啊 又是这个郑先生向 谢先生贷款啊 贷了一千一百万美金的购买航母 这件事情的一个抵押物啊 抵押公司 这样就把这个郭文贵 这个谢建生啊 赵云安等等啊 这个联系在一起 由于中国啊 还是这个司法体系啊 独立的司法体系不存在 这个党管司法啊 党的官员呢 对这个司法的干预啊 太厉害 所以造成了在上个世纪 那么郭文贵在马界 张悦等等啊 实际上也就是在江派这个线上 占了上风 所以他在这个经济领域里啊 互分唤语啊 当然也是用这些比较非法的手段啊 瞧取豪夺了这个 郑介普先生啊 曾经空股的这样一个华台公司 那么也连带了啊 是这个谢杰生先生蒙受了巨大的经济碎势 那么谢先生他在这个从在这个河南省啊 交作士啊 是凯来大约的总经理 把一千一百万美元啊 借给了这个郑介普 郑介普呢 用这个钱呢 购买了航母 国家当时科工委啊 听说还给了这个 郑先生的一个这个官方的头衔呢 一表让他做出了贡献啊 因为我们知道购买航母啊 最重要的是这个徒子 徒子对中国啊 这个航母啊 建设啊 起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当时的这个郑介普先生是天津 不仅是天津的首富 而且是天津的啊 这个红色资本家啊 数个官方的讲义 但是呢 当他得罪了这个郑文贵的时候啊 或者说他的经济利益啊 和郑文贵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斗不过啊 这个战胜郑文贵 因为郑文贵和这个马介啊 和这个张悦啊 和这个江派体系这些官员啊 都有切死万缕的联系啊 所以呢 郑介普 谢建生 郑文贵 他们这些民营企业家 这种纠纷 归根到底啊 还是一个什么呢 中国目前这个司法的一些 不独立造成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一批 这一部分官员啊 可能这个 阴币下的啊 这一些企业家 这个出于一种啊 怎样一种状况 是德式还是实施啊 完全取决于保护散 怎么样 那么这个情况由于上层政治斗争啊 这个人事布局发生了变化 也连带了企业家 所以才产生了这一系列啊 这个 内斗啊 这种内斗鸡 包括啊 官员 内的号 也包括鞋家 互相之前的一种 残杀啊 他们的命运呢 往往呢 有的时候处于这个高峰 有的处于低谷 有的时候呢 这个生活奢华 有的时候不得不颠沛流离的 这个流亡 躲避啊 等等 现在展示在世人面前啊 就是这样一副啊 非常这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一种 全景服啊 所以呢 如果仅仅啊 从 谢建生 政界服 郭文贵 这些具体的人事纠葛 案件的纠葛啊 经济纠葛去谈论这个世界 我觉得就过于这个负借 我的个人认为啊 还是要恢复什么呢 法治结实 通过公文规事件 也通过啊 政界服 谢建生 这些人的命运 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啊 就建设一个法治社会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习近平先生啊 在最近这个 很多的讲话当中啊 都讲到了全面的依法治国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 但是呢 习先生啊 现在陷入一个困境 这个时候呢 一方面 他听说要全面依法治国 特别是要按照法治办事啊 让官员呢 在这个法治允许的范围内啊 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当然这很好啊 也是个非常好的这个乐网 那么国家的电视台啊 也在这个播出大兴着这个电视剧啊 叫做法治中国建设 听说这个系列的电视剧有六集 六集啊 我看了一两集 我觉得这个这个照头都很好 但是另一方面呢 这个习近平同时也泄露一种矛盾 就是什么呢 还有党管司法 就是由政法委啊 来管理公监法司 那么公监法司由官员来管理 那当然官员本身这个情况都不同 有的官员可能就是人品好一些啊 那么他不太敢于这个敢于司法 那么有的人品比较差 那可能就要这个为了个人私利啊 不停的强权压制司法 就产生一些冤假错案啊 这些冤假错案 难免就涉及到一些这个民企老百 我们看到这个郑建福今天讲到啊 他自己那些遭遇 那么这些方面 读者们都从这些网络上可以看 那么虽然别人啊 远在千里之外不能参加新发布会 实际上和每一个坐在房间里的记者一样 什么都知道 那么他们可以判断 这个郭文贵之所以能够利用啊 这个马剑的权利 张岳的权利啊 这个掠夺了啊 重新掠夺了这个年金华台的股份 而且呢又把这个郑建福搞得啊 这个七离子散啊 当然还没有子散这方面 倒没有什么证据了 但是七离这是肯定了 这个郑先生也讲到了这个 遭遇 那么呢 由此可以看出啊 就是这个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讲 不要紧紧关注自己的命运 不要斤斤计较这个 个人这些得失 最主要它是什么 大家 这个 携起手来啊 共同努力啊 建设一个法治时候 这一点更勾扯啊 就非常可惜 一般的民营企业家啊 你不论是郑建福还是叶先生 还是郭文贵 那么很多 我接触了很多东西 大部分啊 他们都有共同特例 当这个 官员腐败啊 司法不公这个历界 没有碰到自身利益的时候 都是远远躲避 都是闷神发大财啊 那么只有这个 这些刀把子啊 这些枪杆子 由于种种原因 伤害到自己的意识啊 死自己的财产 这个丢失 或者人身安全 受到威胁的时候呢 才起来分离抗争 所以呢 往往啊 各个人的命运呢 融入在社会当中啊 难免呢 经历一些风亨玉玉 现在我们所面对的 就是一个这样一种场面 然后呢 当然这是啊 我从一个宏观呢 就跳开啊 这个郭文贵 郑建福还有谢先生 本身的个人命运啊 这些小故事 谈谈我这个个人的一些想法 那么另一个呢 我觉得啊 由郑建福和谢先生 这次到纽约 举办的新发布会 已经不是第一次 已经是多次啊 而且呢 来着啊 对郭文贵先生 讨在这个公司 也不仅仅是这一两个人 还有更多的人啊 展示的大约是 有四十多家 那么我听说 还会有一大批的啊 这个国内的企业 由于郭文贵啊 欠他们的钱财啊 欠他们的工程款啊 那么还要到纽约来考虑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郭文贵啊 在国内在做生意这个问题上 在生意场上啊 这个诚信呢 的确是成了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啊 说是中共官方 或者是王岐山的人马 操控这些企业 包括律师事务所啊 到这个海外 到纽约来云集啊 这个 以这种啊 这个 非常热闹的场面啊 造成这种压力啊 这个围剿 郭文贵 我想啊 这种因素可能存在 因为中国的社会啊 就是官本里嘛 纳俄官员权力比较大 很容易啊 影响操控一些邪性 但是呢 不能否认啊 就是这些草在的这些人啊 你包括这个谢先生 还有这个郑先生啊 他们呢 可以讲 这个都是 这个路途非常遥远啊 这个非常疲惫啊 真心疲惫啊 那到纽约来 我相信一定是 事出有因啊 就是郭文贵啊 欠这些公司的这些欠财啊 这个应该是个基本是一个事实 不能因为啊 郭文贵在海外 这个高调爆料 揭露了官员一些腐败问题 就可以淡化和是抹去 他在以往的这个经济领域里啊 在做生意过程当中啊 现在不还 这种不诚实的行为 具有欺诈这种行为啊 涉嫌这个欺诈啊 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 已经造成了 你看国内 如此多的企业啊 的经济损失 每一个企业啊 都有很多员工啊 每个员工都有家庭 每一个家庭那边都有那个 夫妻或者父母啊 或者子女等等 都靠这些普通人的收入啊 来生活 那么郭文贵先生一方面啊 高调的悬浮啊 又有私人的飞机 又有个人的游艇啊 又有这个豪华的这个 曼哈顿的这个公寓和住宅 自己呢在这个爆料当中啊 在报时安平平安的过程当中啊 也不断的啊 渲染自己的服装 是如何的华贵 多么细烈 多么名牌啊 这自己喝的这个酒水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价格 这个不菲啊 在描述过去以往的故事当中啊 也经常流露出啊 他和某些这个权贵啊 某些啊 这个有钱人富翁啊 在联系 奉哲和这个什么 这个前政要啊 那一个什么 党的检守户什么 等等都是费复机会啊 也就是他们结束这些人 也就是花钱啊 给人感觉啊 真是如流水啊 挥霍啊 这个这个金钱啊 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 那么相比之下呢 为什么不归管啊 这些这个社工单位的这个款项 一个人呢 不在他什么状态 主要看他的这个人品 人品最核心是要诚信 也就是做生意啊 欠了合同的旅行合约啊 欠债要还钱 不能啊 不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工贵先生啊 一个是什么呢 他过去这个财产啊 以非常快的速度累积啊 一个过去乡下的一个这个农民啊 草根进入城市啊 搞得渔打国贸 积累到北京啊 搞得盘国大官啊 等等啊 使自己的财富啊 惊人这个速度 以惊人速度累积啊 爆发 另一方面呢 还有个就是呢 在富起来之后 这些财产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之上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民营企业家啊 大部分都有一些原罪 那么即使有原罪啊 后来一种观点就是对原罪呢 不予追究 那么我们可以退一万步啊 就是过去的事情 不追究 那么现在呢 在纽约生活啊 这个如此的这个排场 搞一个什么记者的采访 还要在豪华的游艇上 别人感觉啊 在显示自己的富贵 不过呢 在听到别人啊 要追讨自己财务的时候呢 又一再宣称在视频当中说呢 公寓不是他自己的 游艇也不是 这个私人飞机也不是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啊 就这个信口自煌啊 就两种说法啊 自打而光啊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在公贵的思想性格当中 思想性格当中的确存在了有什么呢 就是不诚实 这一点呢 已经非常的清晰啊 那么面对这些 来倒在的这些国内来的人 我觉得啊 郭文贵先生啊 一定要啊 真诚的面对 那么不可能说 你作为一个老板 那么过去和这些公司事件啊 发生了经济纠纷 老板没有任何责任 那么下边的人呢 这个一开始 汇报上来以后 那么作为老板没有处理 现在呢 一口否决 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下边人做的 尤其是啊 像这个郑洁普啊 谢监生 这两位先生啊 他们一个从 加拿大过来 一个从澳大利亚 来到纽约 来到一个说法 今天呢 这个郑洁普先生 在会议上啊 讲到了他的经济纠纷的时候 提出一个要求 就说呢 郭文贵先生能够 赌下我 和他们能够真诚的 做下来 谈一谈 哪怕啊 有一个表态 有一个 有一句感人的话啊 就可以了结这场官司 那么呢 我觉得啊 郑先生讲的 还是非常感人的 就说 说明啊 郑先生啊 这个在和郭文贵这个 纠纷当中啊 姿态比较高 整个的过程啊 包括以前我看的一些视频 郑先生 从来没有讲过一句 就是过于啊 这个激动啊 或者过于非理性的 威胁恐吓呀 诋毁呀 都没有 始终展示着啊 这个这位 曾经当过大学的教授的啊 这样一个郑先生 这种君子风动啊 那么同时啊 也可以看到 这个谢先生啊 这个他脾气啊 比较倔强 比较暴躁 这个人呢 我过去接触啊 给我印象 比较急躁 啊 这个 因为于这个过去 他是在基层经商啊 这文化素质并不是很高 但是呢 也是有很讲道理 就是很讲这个义气 这么一个年轻人 那么他今天的一些举动啊 我看到另一个视频当中 对郑文贵进行了这个辱骂 当然我不赞成辱骂啊 那么可以说看出 个人性格上有不同的特点 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在做人方面 比较有底线 那么郑文贵先生在网上啊 曾经多次这个打放这个厥词啊 说这个郑先生啊 他自己的一些罪行 其中讲他和他的怨务啊 有一腿 那么对谢先生先生啊 郑文贵更是啊 谈到谢先生是个追逃的罪犯 强奸犯啊 这个赌徒啊等等啊 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 根本都是无中生有的 所以这些言论啊 对一些人的诋毁啊 这个北方啊 这个不仅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啊 也触犯中国的法律 而且什么呢 而且造成了对这个 他攻击的对象 造成极大的这个伤害 所以我觉得 由这些这些网上啊 不切实际的所谓郭文贵的这个爆料啊 和这个视频的报平安的演讲 这个误导了很多的广大的这个 读者和观众 由此也可以联想 打其他的一些 关于反腐败的指控啊 那么是不是全是真的 我脑子 我始终打一个这个问号 当然呢 从以往郭文贵啊 爆料这个视频当中看 有一部分人还是有可信度 所以我呀 一半是肯定 一半是否定 原因就来自于此 我们不能因为啊 郭文贵先生 他是一个信口开合 这么一个满嘴抛火车 动作在这个言论当中啊 这个诽谤他人 诋毁他人这样一个 这个民企老板 而否定他啊 就揭露中共贪官 腐败这种正义性 和一部分真实性 另一方面呢 我们我们更不能因为 他是一个指控啊 王岐山 阿旦的指控王岐山 这样一个民营企业下 而呢 原谅他的这种啊 就是不负责任的言论 这两方面 我觉得都应该啊 就是进行仔细的一个 权衡和分辨 那么呢 这一次啊 这个郑洁副先生 来到纽约 来到郭文贵的楼下 如果说郭文贵先生 是一个像他自己讲的那样啊 一个政治的人 一个英雄啊 我觉得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他就应该走下楼啊 和这个郑洁副 能够当面的啊 进行的交代和对峙 如果是讲错了 由于自己心理压力比较大啊 或者说干脆讲是由于自己逃亡啊 过程当中这个精神 受到一些这个刺激啊 产生一些不正当的行为的话 也应当坦率的真诚的向人家道歉 那个就是这个事情 是不是就可以了结 或者说这个事情就留待于将来啊 在国内的法庭结局 但现在看来啊 郭文贵先生啊 始终没有露面 而是在更多的场合 通过自媒体啊 还在继续的演讲 那就是这样就使自己这个真实性啊 这种可信度大大的降低 这个这一两天 我看的这个媒体的报道不太多啊 因为时间有限 但是我觉得郭文贵先生这样下去啊 可能他这个粉丝就会逐渐的减少 这个诚信度就降低啊 特别是关于王岐山啊 等中国高官这些指控啊 等于这些这些材料啊 的真实度可能就会降低 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一个生命啊 生命线 就是网友啊 往往对某一个这个言论人士的关注 都是展示的 随着情况的变化 在不断的啊 产生一些摇摆 如果网友意识到啊 他受到了欺骗 他可能有崇拜啊 变成这种憎恶 那个后果将其极其的严重 所以说我觉得啊 这个尽管呢 现在这个自媒体啊 给每一个人表达观点都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啊 每个人都可以采取非常捷径的方式啊 表达自己的思想愿望和观点 但是呢必须要慎重慎重 因为啊 这个方面啊 这个真实啊 是一个这个自媒体人士和观众连结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最主要的啊 生命线 假如有虚构啊 有夸张 有欺骗 有误导 那么将来自食恶果的 只能是自己 那么郭文贵先生这个有关郭文贵的这样一个新发布会啊 由郑介普 谢先生联合召开的 但是由于身体状况的原因啊 我听说谢先生没有出席 那么从网上看 主要是郑介普先生讲解自己的一些经历 那么随后还有一个在马哈多楼下郑先生的一个这个随机的一个采访 我也看了大概的一个片段啊 我总体上我觉得啊 郑先生这次来到纽约啊 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以直观的方式 人们更多的了解了他和郭文贵之间的关系 以及产生这些经济方面的纠纷呢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的这个议论 那么呢 郑先生啊 是一个比较啊 诚实可信的这样一个商人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和他这个见面啊 也许啊 有后以后会有机会 那么呢 我也希望这个郭文贵先生啊 能够自律啊 能够珍惜啊 这个以往他这个视频给一些海外华侨 留下了比较好的这样印象 特别是珍惜别人对他这种反腐败 真实性的一种这个期待 一种信任 要应该负责任啊 要把这个以前这个视频啊 这些事情积压 给他节省出来一些啊 挪用一些下楼来啊 这个作为一个普通人 踏踏实实认认真正的面对啊 这些套赛者 没有什么比什么比事实更有力量 靠表演啊 靠这种戏剧化啊 靠这种说评书办的这种口才啊 靠华贵的衣服啊 和这种炫耀的气氛 这个我认为啊 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长远的 那么龚文威先生对自己看来啊 至少从表面 对他这个自己以后这个前程啊 充满了信息 不过我认为呢 有些事情啊 涉及到法律的问题呢 他可能还是要必须的这个面对 这就是我今天啊 在日本东京啊 做的这样一个认论 由于啊 在旅途之上 这个占有的信息不完整啊 讲的不对的地方啊 希望广大的网友都批评 但愿我不是你们这个失望 谢谢大家